今天的节目小编将继续为大家解答 购房检查的谈判与维修注意方面的事项 当一个房子的出价被接受时 买家和卖家都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到达了终点 房主接受报价会使交易更接近完成 但是在完成交易之前 还有几个其他重要的步骤必须完成 其中一个步骤是房屋检查 随着房屋检查重大问题可能会出现 一个房屋检查提供给买方一个详细的报告 关于房屋的结构、管道、电力、基础、屋顶等 它有助于买家知道哪些维修是必要的 以便他们日后不会遇到昂贵的维修问题 尽管大多数卖家都会提供帮助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 卖家并不想要出钱对房屋进行任何维修 所以在房屋检查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段艰难的时间来谈判 不论是实际的维修还是经济补偿 下面的七个小贴士可以帮助你在房屋检查后 与卖家进行谈判 一、确定你希望卖家修理的东西 虽然每种情况都不一样 但买方或卖方可以分享检验报告中 显示的部分或全部修理费用 在其他情况下 买方负全部责任或卖方负全部责任 在审查检验报告时 确定你希望卖方修理哪些房屋问题 作为一个买家 总是试图从一个亲切有礼貌的地方接近卖家 重大的谈判很可能会发生 你的房地产经纪人也应该帮助你 确定卖家应该处理哪些维修 哪些是你的责任 二、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维修 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是完美的 在回顾这份清单时 把它分成三部分 一、重大的明显的缺陷 这些缺陷修复起来极其昂贵 二、花费不多但也不便宜 三、小的微不足道的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缺陷上 而不是那些不重要的问题上 当购买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清单上 那些较小的不那么紧迫的项目上时 他们可能会忽视那些最昂贵的重大问题 三、从承建商那里得到维修报价 在收到检验报告之后 买方可能倾向于向检验员询问修理费用的估价 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 检察员都无法提供一个估价 另一方面承包商可以给出一些大概的数字 此外你的房地产经纪人也可以提供一些估价 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可能会帮你联系推荐的承包商 如果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时间足够长 他对标准的维修费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帮你联系了承包商之后 提供一个你希望他们完成的项目清单 他们应该大致估计一下所有东西的成本 四、你更喜欢钱还是修理 如果你是一个买家建议你接受信贷 而不是让卖家监督工作 你的期望很可能与卖家的不同 与卖家协商好后 这样你就有额外的资金投入到工作中 这样你就可以从头到尾监督所有的事情 而不必通过中间人也就是卖家讨论修理问题 五、了解卖方没有义务进行维修 买房子会带来很多情绪 首先是找到一个家的兴奋 然后如果卖家拒绝支付修理费用 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力和紧张 花一点时间退后一步 评估一下你有多想要这个家 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房子吗 修理费用是惊人的还是可控的 如果维修费用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你仅仅因为卖家不愿意多花一点钱而选择离开 你可能会后悔 六、带着感激去处理修理请求或者是攻击 与卖家沟通最糟糕的方式就是要求他们支付维修费用 对于卖方和买方来说 维修通常都是令人惊讶的 尤其是考虑到检查报告中显示的大部分维修都隐藏在房屋表面之下 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卖家可能已经在一个地基有问题的房子里住了很多年 直到他们看到了检查报告才知道 七、试着理解卖方的观点 尽管人们很容易对卖家感到愤怒或不满 但也要明白他们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 卖方必须考虑大量的成本和费用 不幸的是维修成本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他们可能希望帮助买家支付维修费用 以加快交易进程 但可能资金短缺 根本没有钱进行维修 以上知识可以帮大家在挑选心仪的房子时 还可以考量额外修理的费用 是否也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希望大家在2020结束之前 都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温暖的家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